今天这个节目吧也是很有特点的 就是广州一个女的 故杀手干掉了前夫 但是要求提头付款 她的名字叫龙岳娇 1960年出生 就是广州本地人 高中文化 1982年结婚 她的老公叫五国和 这名字有点绕口 咱就管他叫小五子 他这个人吧 为人特别的随和 脾气也非常好 就大家都知道说这人老是芭蕉的 你跟他结婚过日子 绝对不会家暴的 这可以避免的 结果呢出人意料 这小子结婚之后 只要他回家就发飙 在外面贼怂一点脾气没有 回家就急 如果是喝酒的话 那么他就会对龙岳娇 非打鸡猫 纯粹的一个诈谈 到了1994年 两个人实在是过下去了 然后就正式离婚 那么呢龙岳娇带着三个孩子 他没有嫁人 而是回到宁家居住去 随后这五子就粘过来了 要那啥 要在这住 说把你家那个房门钥匙给我 问干啥 干啥 拿钥匙你说干啥 我来住啊 你凭啥来住啊 我凭啥 因为我没地方住 所以说我就来你家住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你跟我没关系 咋也见离婚了 你不用来往家住 那人讲话来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 俗话讲是吧 一日夫妻百日恩 咱们结婚多年了 八年 我算过了 总共29个百日啊 一日夫妻就百日恩 这29个百日 多是恩呢 阿娇哥那时候你去死吧 然后已经讲话了 我去死 我在死之前 我先送你全家一起死 就这么无赖 强行的抢走了 那房门钥匙 然后大模大样的就搬过来 一起住 再往后呢 他们俩就算是继续同居了吧 但是一直没有复婚 就是没有办手续 接下来 五国和他开始变本加厉 经常回来 还足了 比以前狠了 把他家里的所有家具 全给你砸烂了 然后呢 不仅仅他会独打这个阿娇 那三个子女 也时常的会来走 无缘无故就是走 好像有一次吧 他那个抄起了菜刀 就是追杀阿娇啊 那这女的跑出 在大后面追啊 正好他的亲爹 那个老五子 杀过来了 也碰起了 然后老头一看那还了得 从鞋刺里 跳出来就喊 冲上 放下屠刀 结果这小伙伴 他冲进一把揪着他老爹上 揪住 老家伙 你再敢多管闲事 我断了你的脑袋 那给老头下的 以后再也不干粘运 就这种事都太多了 隔三插五就是很揍一顿 然后容易介绍他也报过警 但是把每次都是警察过来的 就是批评教育 就完事了 没有给他实施性的这个处罚 于是有人就会说 他见这样的话 你就去外地 让他找不着 那换个城市不就完了 1999年龙月娇跟一个台湾人结婚 直接飞去了台湾生活 哈哈 你没辙了吧 那么假把这我给气掉 在家喝酒 每次喝完酒 把酒瓶子 啪一嘴 对天怒骂 贱人 你等我见着你 给你扒皮抽筋 跑了 怎么样呢 2000年九月份 龙月娇回来探亲 你怎么你回来啊 你那个父母啥的 总有些事要回来罢了 在下子 被那个小伯伯给发现了 然后租家里面来 进家之后吧 没有打 就有他来了一个威胁 说既然你回来了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杀你君娘 为啥没打他呢 咱们估计吧 他也是有所忌惮的 你毕竟现在阿娇 人家有不同的身份了 对不对 人已经在那边有一个老公了 现在你要再打的话 可能 不像以前 那么名正言顺了 对不对 他没有打 到了10月4号那天 他喝了很多酒喝醉了 过来之后吧 就把那个阿娇他们家里面 就他老妈家 他住的娘家 把家里头 进屋就把所有东西全给你打碎 王后他就在那会儿就说 说今天我就杀你全家 他动不动就这一套 就是我要杀你全家 然后阿娇这次特别害怕 他就带着几个孩子 进了另一个屋子里面 把那门在外面烦死我 在里面卡给锁上来 把东西一顶下来进来 然后这屋子就大怒 他在外面不知道怎么 弄来了一大堆的爆竹 什么二提脚 麻雷子 像那个烟花呀手摇花大挂边之类 大地红那些 整了一大堆呀 他号称说不开门 今天我给你们这个娘子 几个我都炸死在里面 他把那个鞭炮点着 顺着窗户给扔进了 那在里面啪啦啪啦的 直冒烟啊 你见不见 我在屋里的 自己家屋里放鞭炮 然后吧 那几个孩子赶紧就冲过来 把那个窗户在里面给扣住了 这样的话他那大部分鞭炮没有扔进来 算是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 随后呢 这个阿娇他的弟弟就接到了他姐 给他打电话 他就报警了 他弟弟也不敢过来 那你来了话 这小伍子跟他拼摸怎么办呢 报警了 警察过来把这五子给控住了 但最终还是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就拉倒了 这时候阿娇就急了 他决心要弄死五个盒 然后吧 他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怎么办呢 就四处打听 说有没有杀手来接这单呢 10月中旬的一天 经过别人介绍 联系上了一个狠角色 他的名字叫梁凡北 关键吧 就是这名字太狠了 为啥叫叫凡北呢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他爹老梁 当年吧 在村里面特别好使 有一天呢 就是听人说 北方的强敌来犯 然后老梁是一马当心呢 拎着一个大半仙 那过去把对方杀 杀的是人羊马翻呢 一顿伤 扛着大铁蝎 凯旋回家一看 刮下的儿子出生了 大喜 有杆而发呀 那想希望我儿以后跟我一样 但凡北边的人一律打死 所以这哥们就叫梁凡北 再所以他听说 北边来一个大伙 那必须接单的 开价一万五 阿娇一听 小意思 立马同意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就得就是问人家 你看不看过那啥呀 那个电影的疯狂的赛车啊 是吧 就得按套路来呀 给你看看照片 他就带着大梁来到了五国河 他的那个住的地方 他的地址是哪里呢 是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新路 四十二号四零三房间 到了地方给你看 是吧 就这家 你看准了 然后啊 就啥 看照片 摸个腿上照片 大梁结合照片一车 偶了 拿出打火机 啪一点 不烧不专业 照片一烧 那么个问题来 那电影里面杀手都是两个 你就自己啊 你找同伴是不是呢 这时候梁凡北呢 微微笑 不用你操心 我当然有安排 回头他就喊了一个小子 名字叫林金昌 两个人吧 一言就说 就这家今天小子很容易啊 非难进去看啥呀 简单的准备了这样工具 就开始行动 十月二十七号早上七点 在外面埋伏了一夜的杀手二人组 俩人从半夜就丁了 就在那埋伏了 就等着早上我就看你啥时候出来 这埋伏一晚上了 可是他们俩依然神采一意 突然看见武则走出来了 开张 这梁凡北啊 蹭的一下跳出来 啊 蒙虎下山 啊 过来 紧跟站在林金昌摇着一下 白鹤亮翅 两个人冲上来就前后夹击一样 哐哐 瞬间 把我都打得那是晕头转向来 那会 且慢 且慢 嗯 你们是谁 你们到底什么人 不要弄乱了我的发型 大连过去一把就捂住他去 然后同伙掏出绳子 给他一捆 两个人抬着 回到四零三房间 往里面一扔 然后呢 拿出来给那谁 给阿娇打电话 哎呀 人用手机的 我跟你讲 这两千年用手机就不错的了 拿手机的给阿娇打电话 说那个人也OK了 然后你现在过来咽一下货 阿娇大喜啊 快把家伙眼睛赶着过来啊 一进屋就看见我都在那块 嘴里塞着毛巾缠着白布 然后瞪大眼睛 瞪大眼睛的求讯 就我 阿娇一下就不高兴的 就指责了大梁 怎么是活的呀 我要死的好不好 你这干啥呢 你就等我出道呢 你让我要动手的话 那咱的费用就得减半 大梁微微一笑 施主误会了 我是怕杀错了 你望着电影里面 那俩小子 那俩杀手不杀错人了吗 我是让你过来确认一下 到底是不是好 那个阿娇啊 非常的满意 当场就掏出了五千块钱 往那一派拿上 剩下一万杀完再给 大梁揭油钱 马上就抽出一把大砍刀 我现在给你当场杀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亲眼看去 不行 阿娇呢马上制止 我可不想看 还写过了啊 个吓人的 等我走了之后 你俩再杀 记住了 完事之后呢 拿着人头过来给钱来 你别像你说拍个照片啊 那完都能PS的谁信呢 你应该头过来 说完 飘然离去 梁翻北 唐我俩在那会想一想 那也行 是吧 然后呢 俩人就掏出绳子 过来把这小五子 你使劲 轻松了一死 然后咔嚓一下子 在那个砍掉脑袋 然后用塑料布帮好 放进一个包里 两个人就这么拎着 去找阿娇去 打电话 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在哪呢 在一个很隐藏的 很隐蔽的 这么一个河边 然后三个人就聚到了一起 就大两把 把这个包 卡拉开 嗯 是不是 说到做到 你要记住了 我口碑 嘴好 啊 就仔细看巴拉巴拉 哎呀 没错 行 这剩下一万块钱给你啊 但是你记得 回头你就把这个头给扔啊 然后你们再去那现场 把那尸体的处理好 被留下尾巴 两分别讲话来 那肯定没问题 是吧 呃 以后吧 要是有什么大活 呃 你记得一定找我 也要记住了我的名字 什么意思呢 凡是被边的 一律干死 我就这特点 这就分开了 在分开的时候吧 没走多远 阿娇呢 就听到了大量 他的嘴里边传来了自信满满的旋律 我的手一挥 就要往北飞 北边的人都洗碎 我的手特别黑 你以为 我的想法只是让他早点醉 不是吹 你会知道我能让他崩溃 我往北飞 我做的好干脆 阿娇非常的满意 哎 听这歌之后 是啊 这哥们办事确实利索 是吧 好手 咋啦 回去好好过热去 这边呢 大量他们俩 把那个头就扔进了河里了 然后他俩又返回了五个河的家 啊 往那会进屋之后一蹲 就蹲那块 车旋啊 就眼睛 你这啥处理啊 你这台式出现 也太炸眼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邻居万一看见谁路上谁看见怎么办呢 想着半天他俩突然间起来 哎 对门那个邻居 汤家好像没人 你昨天晚上咱俩在这块那个在这蹲坑 等一晚上也对了 汤家是没人呢 而且我看的样子吧 好像就是好几年都没住人了 不干脆啊 咱就把这尸体扔汤家去 哎 咋的地方 你扔完事 他知道谁干的 于是他们俩就真这么干了 抬着尸体把一门给撬开 然后就进了邻居家 就往习主间里面一扔 转身走人 第二天吧 阿娇觉得不放心 行不行啊 到底整没整干净啊 他就跑到这个武则的家 一看 嗯 尸体是没人 但是地上有很多血迹还没有处理 那气过相啊 在那块骂 你血迹怎么不处理呢 他自己在那又涂回地又什么打扫啊 完后腿闻着 不对劲啊 这怎么有股臭味啊 藏哪了 在屋里全找一遍 怎么找都没有 然后顺着那出去 哎呦 原来是邻居家 传来的 那邻居那啥 那个门没关系啊 他们给杠开去 是吧 进去一看 就在那个卫生间 那气 这俩蠢货呀 个废物 拿完钱就不管了 早知这样的话 我先扣你们三千好了 是不是 怎么办呢 他也没办法 后来吧 他就出现弄了点汽油 到卫生间往那尸体里去撒吧 哎 一点火啊 就在卫生间点着了 然后就跑了 他就不管 整整二十天后 十一月十二日 哎 那个邻居 不知道为啥 人家回来看看房子来 然后一进屋 就发现了尸体 赶紧报案 警方调查了后一天 确认这死者 就是五国事 都烧的都不行了 就是他 然后再一分析 就这个龙月娇 他有重大作案嫌疑 把他带回来之后 就是简单的一审问 这女的直接招了 他说对啊 就是我找人杀他呀 他以前那么打我 你们不处理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自己解决 我自己力量太多 我干不掉他 我肯定要顾着 我也花钱了呢 我要不干掉他 早晚我得死在他手里 你们讲不讲理啊 他是出于这种心态 直接就招了 他讲理呢 在那块 2002年3月份 广州众院一审判决 梁返北和林金昌死刑 龙月娇 死还两年 为什么给他判死缓呢 法院是认为 这个五个俄算是受害人 虽然说这龙月娇 他是那个谋杀 他是主王王 是不是啊 他最最大的 但是因为五个之前是 有多次的过错 也是给人比的不行了 而且呢 龙月娇在被警方传讯之后 基本上他没有抵赖 很痛快就招供了 这属于坦白从宽 是吧 所以说结合起来看吧 可以给予从情处罚 给判死缓 咱们说吧 这个女的一旦被这种赖子 给纠缠上 她烂命一条 你要跟他拼呢 不值得 像龙月娇这样 你判死缓的话 这辈子彻底废了 他当年判刑的时候是42岁 判死缓出来 至少你也60多了 这辈子也废了 你跟他拼 他他的命不值钱 不值得 最好的办法 就是远走他乡 但如果 你说没法离开 不是说 谁 所有人离婚之后 都可以换一个城市 是吧 甚至换一个国家傻的 你去美国去日本 不是谁 都能做到的 那么呢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远走他乡的话 想零代价 解决问题 基本不可能 或多或少 都是付出代价 先想给大家说一下 这周白嫂又去日本 就上次咱们带了很多东西 现在没了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别人需要的 也是挺紧俏的东西 再把一次给带回来 他去我不去 然后呢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那个跟白嫂联系 怎么联系的话 直接看这个留言 到那边之后吧 有什么东西 他都会直接现场去拍摄 然后给大家发布 随时关注他的动态就可以 还有这个 羽绒服 现在有很多这个观众已经把那个羽绒服接到了 反馈效果是特别好的 就是一模一样 因为吧 大鹅还有这个 门口 他们的产地就是在三坡村 我们为什么去哪里呢 因为是产地 所以说职业哪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或者或者二十分之一的价值 就是一模一样 是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九的概念 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白嫂你觉得通过相亲认识几个月结婚才比较正常的 几个月结婚都正常 因为相亲进了 相亲他的目的就是直接结婚 跳过触对象那一关 咱不要触对象 目的就是结婚 所以说如果行 马上就结婚 也没有问题 但是相亲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真实情况 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一个人告诉你真的 我们说吗 你们一定要记住关键关键问题 就是真实信息 如何获得真实信息 不用把这个东西当儿戏 这人在28年了 咱们算这个女的 是吧 她比较年轻 咱们说28岁去相亲去 这28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只要你获取了真实信息 当天认识 当天结婚都是可以的 你怎么能拿到真实的东西 真实的了解他的过去 有没有黑历史 大概率来讲肯定有黑历史 到28了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90%以上的人都是犯这个错误的 他都是不真实了解 等到过于好多年了 出事之后 原来是这样 比如说像泰国那个 是不是那小子在泰国 把他老婆推下杀牙 那女的月是吗 从追他到结婚两个月时间 你知道他什么情况吗 他不知道 可是他的情况被对方研究的一清二楚 他不知道 就听他一说 就完事了 所以说最终让人给推些悬崖去 他运气好 捡了一条命 我没说过 对于他这种人 我只能能祝福他 这个命当 以后过得好 但是我一点都不同情 小地方相亲是不是可靠点 可以让其他拔带椅子 对 小地方就是说大家人头熟 对吧 他的同学 他的邻居 他老师啥的 你就一个县城的 那都知道 最起码能知道个大概 细节不一样 说他之前出过几个男朋友 哎 应该什么情况分手的 能知道个大概 最起码是这样的 对不对 要不然你根本一点都不知道 他在外面可能出了八个 出了十八个 然后你这头到街当街盘侠了 还有可能带着很多尾巴过来 你这头那这奶奶办婚礼呢 人家那个啥 那个之前的奶奶过来闹来了 拎着菜刀过来的 开车过来 拿大大养狗大板鞋 你怎么办呢 你跟他拼还是不拼 我跟你说 白哥通过什么手段可以查 就去 那你自己琢磨 每个人都不情况的 你自己琢磨 你找他同学不行 他哪个学校的 你查查这学校的同学 你给他同学重金贿赂 好不好 各种招都有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你就想尽心 没有人说你百分之百 他所有 他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六点二三干啥去了 前天早上八点 八点四十七干啥去了 大前天周五十二点十八分 十六秒他干啥 那没人知道 按照自己的能力 你找他同学 他是哪个大学的 东北财经大学的 哪个班的 他那同学你找他 找他你花钱行不行 你见不见跟他说 你说我贼 我就要了解你的东西 跟我说点实话 他不是说话 你找他 现在这个iPhone十五 刚出来我给你买个 你跟我说一个小时就行 我给你买个手机 你看他给不给你 告不告你 多简单一个事啊 我就随随便没有告 你就一下就能搞定 在哪个学校 你能不能查的 学校那班级同学 那么多同学 你找着一个就行 或者他那个 他那闺蜜啊 他那朋友关系好的 你就私下就贿赂他 知道吧 你就贿赂最后时 iPhone十五那一排 你看他告不告你 你不花钱 就想让人主动告你 就想让人主动告你 你不给他 放开 帅 还有 很可 sold 我 对 你不得 然 女士 好 你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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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我偷袭成功 阿肥 完善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最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